莫言的经典短篇小说 秀魏族 爹眯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 然后用嘲讽的腔调说 好汉 过来 我讨厌这种不尊重儿童的腔调 但还是用手指摸弄着圆滚滚的肚皮 一步挪半寸 两步挪一寸 三步一寸五 四步挪两寸 就这样一寸一寸地挪到了饭桌前 等待着爹的打击 爹暂时没有出手 也许是因为他处的位置 打击我不太方便吧 他坐在饭桌的正中 两边厌齿般展开我的那些兄弟姐妹们 也许他还没有决定 该不该给我一顿沉重打击 但作为我来说 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眼前的形式 知道一顿臭奏迟早难免 便硬起头皮 做好了准备 对我这样的坏孩子来说 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 用我娘的话来说就是 我这样的人是数破车子的 就得经常敲打着 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 两天不揍 闹起来没够 我爹呼噜了一口野菜汤 咕咚咽下去 问 说吧 好汉 到哪里去了 我本来可以撒一个谎 譬如说我钻到草垛里 不小心睡着了 甚至可以说 我让带着狗熊和三条腿公鸡的杂耍班子 用盲汉药拍了去 幸亏我机智勇敢 才逃脱了他们的魔掌 那一段时间里 社会上正悄悄地流传着一个杂耍班子 用盲汉药怪儿童的说法 就算是谣言吧 说杂耍班子的人 只要用手把小孩子的后脑勺子拍一下 小孩子就会乖乖地跟着他们走 到了杂耍班子 他们就用锋利的小刀子 在孩子身上划出无数的血口子 然后马上杀一条狗 把狗皮包下来 趁热贴到孩子身上 从此那张狗皮就长到孩子的身上 一辈子也脱不下来了 为了防止小孩子泄密 在往他们身上植狗皮之前 先把舌头割掉 让你油口也难言 说有一个小孩子 就是这样被杂耍班子拍了去 使了酷刑后变成了一个狗人 有一天 杂耍班子到孩子舅舅所在的村子去演出 杂耍班子的班主 一边敲着破锣 一边指着小孩子说 各位乡亲们 看看这个可怜的孩子吧 这个孩子的爹 跟一头母狗交配 生出了这个小狗人 乡亲们 可怜可怜这个狗孩子吧 人们一圈一圈地围上去 看那可怜的狗孩子 那孩子从人群里 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舅舅 看到了舅舅从某种意义上说 比看见了爹爹还要亲 于是那孩子的眼泪 就哗哗地流出来了 小孩的舅舅 心中好生纳闷 心里想这个披着狗皮的小孩子 是怎么了 为什么这样不错眼珠地盯着我 又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 他马上就联想到 几年前姐姐家丢了的男孩 仔细一看那双眼睛 知道就是自己的外甥 他是个胸有诚服的人 当下也没声张 等到杂耍班子休息时 装作闲人凑上去 提着那孩子的乳鸣低声问 你是小什么吗 那狗孩子点点头 舅舅马上就跑到县政府 把杂耍班子给告了 破案之后 杂耍班子里那些坏人 全部给枪毙了 那个小孩给送到县医院里 做了包皮手术 好不容易恢复了人的面貌 但话是不会说了 这个故事传得有鼻子有眼 都说村子里的兽医王大爷 亲眼看到过那个狗孩子表演节目 我们追着王大爷 让他讲讲那个狗孩子的故事 但王大爷总是心烦意乱地轰我们 滚开 你们这些狗东西 没有撒谎 更不敢造谣 我实事求是的说 我跟于尽宝到井里去了 什么 父亲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我的围着饭桌和菜汤的兄弟姐妹们 也用嘲笑的眼光看着我 我知道这些家伙把我当成傻瓜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到井里去干什么 当然也不能怨他们 因为这件事情的确离奇 如果我不是亲身经理 打死我 我也不会相信 天底下竟然会存在着这样的事 我跟着于尽宝到他家后园林的眼睛里去了 我对他们尽量详尽地说着 昨天下午 我去找于尽宝玩耍 玩了一会儿 口渴得很 于尽宝家没有水 于尽宝就带我到他家后园里去找水喝 他家后园里有一口很深的井 母亲打断我的话 问我 又像是自言自语 咋种 咋种 你一夜没回来 你在哪里睡的 我们根本就没有睡 我们跟那些长壁人一起玩 唱歌跳舞捉迷藏 我们根本不困 他们没有对我发出质问 但我从他们闪烁的眼神里 从他们停止喝菜汤的动作上 知道他们被我的故事吸引住了 或者说 他们对我的一夜经历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知道 他们等待着我往下讲述 我当然非常愿意 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他们听 尽管于尽宝和那些长壁人 曾经要求我严格保守秘密 但我是个肚子里藏不住话的快嘴孩子 满肚子的新鲜奇遇 如果不说出来 非把我憋死不可 我说 那些长壁人 鼻子有点长 但也不是非常长 比我们的鼻子略微长点 与我们不同的是 他们只有一个鼻孔眼 长在鼻子肩上 他们不吃饭 他们秀胃 他们秀秀胃就饱了 但他们很会做饭 他们做的饭好吃极了 有鸡 有鸭 还有兔子 香极了 我正要把一夜奇遇 讲给他们听 刚刚开了一个头 但是我的爹把碗往桌子上一扔 将筷子往桌子上一拍 像一座山丘拔地而起 他越过障碍 顺手给了我一个耳光 把我打翻在地 然后他就气昂昂地走出了家门 他当然不会去找于尽宝和时真伪 他也不会去于家的后园井里探勘 在他的心目中 我说的都是鬼话 连一心半点的真实也没有 父亲走了 母亲把我从地上揪起来 当然是揪着我的耳朵揪起来 然后他就逼问我 小杂种 说实话 昨天夜里你到哪里去了 我跟于尽宝到长鼻人那里去了 我歪着脑袋 咧着嘴 痛苦地说 还敢胡说 母亲恼怒地说着 揪住我耳朵的手 又加了一把劲 使我的耳朵变成了不知什么模样 说实话 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耳朵疼痛是热泪盈眶的原因之一 但不是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我感到委屈 明明我说的是大实话 但他们却以为我在撒谎 明明我是冒着被长鼻人惩罚的危险 把一个美好的秘密告诉他们 但他们却以为我在湖边乱造 我的那些可恶的兄弟姐妹们 见我受到惩罚 不但不表示同情 反而幸灾乐祸 他们得意地眯着眼睛 脸上都带着笑意 那四个年纪比我小的 可能怕我收拾他们 笑得还比较含蓄 那四个比我大的 丝毫也不掩饰他们的得意之心 他们甚至添油加醋地说一些 让母亲更加愤怒的话 譬如我那个生着两颗虎牙的大姐 就很严肃地说 最近有人把生产队的小牛 用铁丝捆住嘴巴给弄死了 咱家可是有这种细铁丝 你就做死吧 母亲忧心忡忡地说 牛是生产队的宝贝 害了生产队里的牛 那就是反革命 咱们干脆对外宣布 我的那个二哥说 与他断绝关系 免得牵连到我们 到底还是母亲境界高些 他瞪了那位 很可能是我的二哥的家伙一眼 说 有你们这样的兄弟吗 你们都是我养的 能断绝得了吗 母亲松开了揪住我耳朵的手 我感到耳朵火辣辣的 知道他的体积大了不少 我的耳朵比常人的耳朵要大 原来也大不了多少 因为人们的纠和宁 它们变得越来越大 说吧 母亲疲乏地说 你这一夜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如果不说 就别想吃饭 我瞄了一眼 锅里那些黑乎乎的野菜汤 看了一眼桌子上 那碗用来下饭的 发了眉的咸萝卜条子 心中暗暗得意 出进家门时 说实话 我心中还有些惭愧 因为我一个人吃了那么多美味食物 而我的父母吃这些猪狗食 但现在我一点愧意也没有了 我打了一个宝格 让胃里的气味汹涌地窜上来 我陶醉在美好的气味里 心中充满了幸福的感觉 我看到我的那些兄弟姐妹们 都把鼻子翘起来 脑袋转动着 在搜寻美好气味的源头 在饥饿的年代里 人们的嗅觉特别的灵敏 十里外有人家煮肉 我们也能嗅到 当然也说明了 那个时候空气特别纯净 一心半点的污染都没受 我的兄弟姐妹 根本想不到 让他们蝉咸欲滴的气味 竟然是从我的胃里反上来的 说不是故意的 其实也是故意的 我又打了一个响亮的宝格 然后大张开嘴巴 这时我看到 我的那些兄弟姐妹的目光 全都集中到我的嘴巴上了 如果能够 我相信 他们都会奋不顾身地 钻到我的胃里 去看个究竟 母亲的嗅觉 尽管不如我的兄弟 姐妹们的嗅觉灵敏 但她毫无疑问地 也闻到了 从我的嘴巴里 散出来的美食气味 我看到她的眼睛里 洋溢着亚异和惊喜 我知道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鼻子 她很可能以为自己在做梦 对她的心情我完全理解 换了我也会这样 因为在那个时代里 从我这样一个穷孩子嘴巴里 发出这样的气味 比狗头上长脚还要稀奇 但铁一样的事实 就摆在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姐妹们面前 他们不愿意相信 也得相信 美好的气味 无可争辩地从我的嘴巴里往外扩散 都引得他们百感焦急 眼泪汪汪 我知道我的那些兄弟姐妹们 心中对我充满了嫉妒和仇恨 他们恨不得把我的肚皮豁开 看看我到底吃了些什么东西 我知道母亲不嫉妒 我也不仇恨我 但她也很想知道 我到底去什么地方 吃了些什么样的好东西 然后就可以让我当向导 带领了全家去会一次大餐 我的那个生着虎牙的姐姐 已经急不可耐地冲了上来 用她的粗糙的手扒开我的嘴巴 凶巴巴地问 小坏蛋 你还真的吃到了好东西 快说 你到哪里去吃到了好东西 快说 你吃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好东西 我的兄弟姐妹们 跟随着虎牙姐姐围上来 戏嘴巴舌地问着我 这时我真是得意极了 想起方才父亲用他的铁巴 掌上我耳光时 这些家伙幸灾乐祸的表情 想起这些家伙平日里对我的欺凌和压迫 我的心中无比快意 六月债 还得快 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用斗梁 这些坏家伙 大概从来没想到过 我这个土豆堆里的最别角的土豆 竟然会好运临头 他们根本想不到 还会求到我的面前 刚才我还巴不得将我的旗遇告诉他们 但现在我已经不想 把秘密告诉他们了 我为什么要告诉他们 我凭什么要告诉他们 我如果是个大傻瓜 我才会告诉他们 我如果不是一个大傻瓜 我就不会告诉他们 母亲也用恳求的目光望着我 显然也是想让我把秘密吐露出来 但是我耳朵上的疼痛提醒了我 让我想起了它几分钟前 还揪着我的耳朵恨不得揪下来的悲惨往事 于是我的意志就变得像钢铁一样坚硬了 我决心把这个秘密保守到底 我必须遵守我与于金宝小哥哥的约定 我更必须履行我们与长笛人之间的诺言 我为刚才差一点泄露了机密而后悔 幸亏他们没把我的话当真 但现在他们从我的嘴巴里嗅到了气味 他们很可能当真了 我惊恶地明白了 其实我已经泄露了秘密 我提到了于金宝家的水井 提到了长笔人和他们的美味食品 我的这些恶疯了的兄弟姐妹们 很可能马上就会下到于金宝家的井里 去看个究竟 这时母亲把我的兄弟姐妹们分到两边 走到我的面前 我感到她的手正在温存地抚摸着我的脑袋 我不断地提醒着自己 不要上当受骗 刚才就是这只手差一点把你的耳朵揪下来 她现在抚摸你是为了让你吐露机密 而一旦你吐露了机密 她的手就会重新揪你的耳朵 我听到她对我说 好孩子 告诉娘 你昨天夜里到底到哪里去了 你到什么地方去吃了些什么样的好东西 我灵机一动 想起了虎牙姐姐说过的话头 我宁愿搬起一个屎盆子 扣到自己头上 也不能泄露机密 于是我就伪装出犯了严重错误的模样 吞吞吐吐地说 娘 我错了 昨天夜里 我跟着一群野孩子 把生产队里一头小牛 用细铁丝捆着嘴巴整死了 然后 他们点上火 把小牛烧熟了 他们让我吃 我实在太馋了 就吃了 在我的脑袋上 爱抚着的那只手 突然间变成了拳头 像肋骨一样 敲打着我的头 我听到母亲用恨极了 也怕极了地压抑着的声音说 咋种 你就去做死吧 你就等着公安局来抓你吧 我的那些兄弟姐妹们 有用脚踹我的 有用巴掌扇我的 有用指甲掐我的 有用唾沫催我的 总而言之是转眼间 我就成了他们的公敌 他们把我打得遍体鳞伤 然后就懒洋洋地散开了 但昨天夜里 的确发生了比做梦还美得好事 有我满口的鱼香为正 有我的愉快 而辛苦地工作着的肠胃为正 有我嗅到了野菜汤的气味 就恶心地生理反应为正 有那么多栩栩如生的记忆为正 母亲把一个筐子 一把镰刀扔给我 让我跟着我的姐姐哥哥们 去挖野菜 在通往田野的土路上 村子里的孩子们 唱着流行的歌曲 1964年啊 真是不平凡 饿死了马光斗 爆炸了原子弹 赫鲁小幅下了台 咱们心喜欢 尽管饥饿 但孩子们依然欢天喜地 你追我赶 打得闹闹 孩子队里有一劲宝小哥哥 走着走着 我们俩就靠在力气 他压低嗓门问我 你没泄密吧 没有 我心里须须地说 千万保密 否则咱们就吃不到好东西了 我大姐瞪了我一眼 说 快走 我跟随着他们往田野里走 但我的心已经回到了昨天 当时 我和于进宝 在玩他家 那副残缺不全的扑克牌 突然感到口很渴 我就问 进宝哥哥 你们家有水吗 于进宝说 你想喝水了 我们家没水 你如果想喝 就跟我到我家后园里去喝吧 我就跟着于进宝到他家的后园里去了 他家的后园里有一眼水井 一眼非常普通的水井 水很深 胶原用的 井口上安置一架露露 支架上生出了蘑菇 绳子上发出了绿霉 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使用了 我们站在井台上 探头往井里望去 起初我们什么也看不见 渐渐地我们的眼睛适应了 看到了井里明亮的水和水面上我们的脸 一头乱毛 两只小眼睛 一个他鼻子 两扇大耳朵 原来我是这样子的一副好模样 怪不得我的一个姐姐经常骂我气死化降 于进宝哥哥也是一头乱毛 两只小眼睛 一个他鼻子 两扇大耳朵 我们两个简直像用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我的母亲经常无奈地对我的那些兄弟姐妹们说 你们看看 他怎么越来越像东屋里小宝 我的一个姐姐说 太像了 一个娘养出来的也没有这样像的 然后他就用黑黑的眼睛仇恨地盯着母亲 好像母亲欠了他一笔陈年老账 小宝就是我最亲爱的于进宝哥哥 他在村子里名誉很坏 至于他干过什么坏事 则没人能说出来 我们看着景比那两张一模一样的脸 看了一会 就开始往自己的脸上吐唾沫 我的唾沫吐到 我的脸上就像吐到他的脸上一样 他的唾沫吐到他的脸上 就像吐到我的脸上一样 我们的唾沫吐到我们的脸上 把我们的脸破碎了 我们的鼻子眼睛混乱不清 于是我们就开心地笑起来 突然 我们嗅到一股奇异的香味 我们抬起头来环顾四周 四周是断壁残缘 发了风的野草 野草中仓皇奔走的蜥蜴 蜥蜴身上闪烁的鳞片 家家户户的烟囱里没有冒烟的 没有人家在炒肉 这香气 这香气 这香气是从井里冒出来的 我们紧张地抽动着鼻子 眼前似乎出现了许多 在梦里都没见到过的精美食物 有像砖头那样厚的肉 一方一方的 颜色焦黄 冒着热气 有把脑袋扎进肚子里的烧鸡 颜色焦黄 冒着热气 有枕头的小羊 颜色焦黄 冒着热气 我们拽住露炉绳子 往井里滑去 它在下边 我在上边 井筒子深得似乎没有底 我的耳朵里嗡嗡地响着 好像在大风里行走 我的眼前起初是亮的 往下滑了一阵后 就慢慢地黑起来 我感到有人拽了一下我的腿 我的身体往边上一偏 然后脚就着了地 于尽宝小哥哥拉着我的手 沿着一条黑洞洞的地道 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进 我们心中感到害怕 但越来越浓的香气吸引着我们 使我们的脚步不停 不知从何时起 眼前渐渐地明亮起来 地道也宽敞起来 我们看到一道道的光线 从一些圆圆的洞眼里射进来 洞眼多粗 光线就多粗 我心中紧张 外头看了一眼他的脸 看到了他的脸 就像看到了我的脸 我们紧紧地拉着手 就像一对孪生兄弟 浓厚的香气 变成了热乎乎地 风扑到我们的脸上 随着香风传来 一些吃乎吃乎的声音 我们平住呼吸 贴着洞壁 高高的抬腿 轻轻地落脚 慢慢地向前靠拢 终于 我们看到了 在前方的一个宽敞的大洞里 有一个平沾沾的土台子 台子上摆着三个巨大的黑桃盘子 一个盘子里 放着一方方的肉 像砖头那样厚 颜色金黄 冒着热气 肉的上面 撒着一层切碎的香菜末 一个盘子里 放着十几只脑袋 扎到肚子里的鸡 颜色金黄 冒着热气 鸡的上面 撒了一层花椒叶子 一个盘子里 放着一头小羊 颜色金黄 冒着热气 小羊身上 插了几根翠绿的葱叶 大概有二十多个人 团团围着盘子 都跪着 屁股后边 拄着一条粗粗的尾巴 他们穿着 用树叶子坠成的衣裳 头上戴着瓜皮小帽 他们都生着两只小眼睛 两扇大耳朵 这些都跟我们像 与我们不像的是 他们的鼻子 我们是他鼻子 他们是长鼻子 而且还比我们 少了一个鼻孔眼 他们跪在盘子周围 脖子探出来 鼻子离食物很近 鼻孔一开一合 那些吃乎吃乎的声音 就是从他们的鼻子里 发出来的 我们将身体紧紧地 贴在洞壁上 好像两只鼻虎 有好几次 我觉得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 但是他们 并没有对我们怎么样 一个看起来 很小的长鼻人 突然站起来 鼻子吃乎着 脑袋转动着 眼睛分明地 与我们的目光相接了 但他 还是没有对我们怎么样 我感觉到 他们是故意地 不理睬我们 他们吸了一阵后 一个个离开了盘子 站起来 脸上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情 往地动地伸出走去 那个小小的长鼻人 还扭回头对着我们半鬼脸 一个露着奶头的大长鼻人 一定是他的妈妈 伸手把他拉走了 地动里静悄悄的 只有那三只大盘子里的食物 散发着香气 我们终于抵抗不住美味的吸引 捏手捏脚地靠到盘子前 顾不上危险 抓紧了一些好东西 狼吞虎咽起来 我们似乎刚开始吃 其实已经吃了许多 因为当那些长鼻人 突然把我们包围起来时 我们本想逃跑 但是已经拖不动自己的肚子了 我们坐在地上 活像两只巨大的蜘蛛 长鼻人的语言很怪 咕咕唧唧的 我们一句也听不明白 但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判断 他们没有恶意 后来他们在土台子前 跳起舞来 好像是用这种形式 欢迎我们访问他们的地动 他们跳的舞跟我们村子里正在流行的一种舞 有点相似 也是那样简单 那样机械 好像一群木偶 其中有两个母肠敌人 把我们拉起来 让我们跟他们一起跳舞 我们吃得太多 行动实在困难 但他们让我们跳 我们不敢不跳 跳了一会 我们的肚子小了 感觉也舒服了 渐渐地我们忘了 他们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而且也能听明白他们的语言了 跳完了舞 大家坐在一起说话 像开座谈会一样 于静宝小哥哥说 我们是两个饥饿的孩子 今天很幸运地来到了你们的地动 受到了你们友好热情的招待 吃到了从来没有吃过的最香最美的食物 我们真是全世界最有福气的孩子 我们回到上面 即使马上死掉 也不冤枉了 一个下巴上升着十几根白胡子的老长鼻人 代表长鼻人发言 他说 你们不要客气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你们两个 你们原来就是我们这里的人 后来因为刮白毛大风把你们俩刮走了 我们几年前就知道你们俩在上面生活 而且我们还知道你们俩活得很苦 我们早就决定把你们俩请回来玩玩 但一直找不到机会 今天这机会终于来了 所以你们来到了这里 就应该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或者说就像走亲戚一样 他说 他们是秀卫的民族 根本不要吃东西 每天秀一次食物的气味就可以了 他说 如果我们不嫌弃他们秀过的食品 尽管来吃好了 即便我们不吃 他们也要倒进暗道 留到蓝河里去喂四眼鱼 后来他们把我们送到井口 欢迎我们经常来做客 他们恳求 我们不要把这里的情况对外人说道 我们对他们发誓 如果我们说了 就让乌鸦啄我们的脑袋 2000年 有时 聘賞 相 散 粉 我们 感谢观看